艺人徐若萱针对被影射是王力宏婚姻破坏者第三度发文澄清 他说有人讲发声明是对号入座 但他认为被各种不实指控的脏水往身上泼 身为妻子母亲又是公众人物 还能不站出来为民生平反吗 徐若萱同时写道 在被无凭无据的诋毁下 相信还有公理正义存在 他重申没有介入李王婚姻 绝无私约 更不是第三者 之后不会再发声明 如果再有后续会违由司法处理 徐若萱会愿意再次发文 外界揣测和他工作脱不了关系 因为他手上代言 包括台湾香港和新马等地 还有11支广告 出估总酬劳大约有5600万台币 虽然还没有企业说要解约 但有民众在网路爆料 附近眼镜行把旧的广告 盖在印有徐若萱照片的宣传照上 质疑品牌是想切割徐若萱 微风集团策略 队长廖小桥和李静磊交友圈重叠 被问到王立宏丑闻 不愿多做评论 但许多网友对徐若萱最新澄清文 还是不买单 认为他只是吉利澄清 婚后没有做出对不起老公的事情 喊话要徐若萱应该像黑人一样 直接请李静磊帮忙解释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